网路杂人秀 第三弹 插画影片大师 闹一波 闹一波大师擅长画各种人物插画 把一格一格插画串接成影片 使用咸音梗的 KUSO创作方式 因而受到网友喜爱 这句原文歌词是这样的 I'm at a payphone Trying to call home 出自魔力红无所不在 专辑里主打歌Payphone 现在却被恶搞成 阿嬷的配方猜瘾涂口红 看完的人大概就跟影片中的莉莉一样 脸上出现三条线 这部使用咸音梗的冷笑话影片 Facebook累计点阅率 已破292万人次 闹一波的影片几乎都踩这种咸音梗 网友们对这些KUSO影片的反应是 可能就是说很冷啊 不然就是很难懂之类的 对啊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对啊 所以我还是继续支持 就是继续创作下去这样 就是这样 整段访谈 闹一波都带着自己做了头套 这个头套有两面 正面是闹一波 Hello大家好 我是闹一波大师 头套一转过来 马上变音 我是马迹大哥 问他为什么坚持不露脸呢 因为我目前我爸妈不知道 我是在做这个行业 对啊 然后我也想说 这样子应该比较自在一点 影片中的所有角色 包括闹一波 马迹大哥 莉莉 万年配角 都是闹一波自己绘制 像这样一个全新角色 或现场人物素描 他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就画完 然后再自己配音 马迹大哥 你们在哪里 在Facebook上架了40部影片 每部影片的制作 全部都是自己一人完成 如此辛苦 又没有固定收入 要持续创作到何时呢 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也要一直创新这样 下一步还是 希望粉丝人数多一点 现在目前是65万 我希望可以破百万 好 这样子 我 好 我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